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海外最先进的晶圆厂,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建设进程延宕,导致台积电与当地工会之间相互指责。 具体来说,主要是这座当前正在进行设备进厂安装的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因为当地熟练装机员工不足的情况,导致了台积电不得不将该厂的4nm制程量产时间由2024年,延后到2025年。 为解决这样的瓶颈,原本台积电打算安排500位台湾的技术人员前往协助,但却被当地亚利桑那州工人工会认为是要引进低价劳工来抢夺当地劳工的工作。 于是找上国会参议员要阻挡这500名台湾技术人员到美国的签证,双方矛盾不断。 市场知情人士表示,对于台积电当前到美国设厂,造成与当地工会对立的情况。 首先,台积电整个美国建厂计划是以当地劳工为主,台湾技术人员为辅的策略。 相比之下,当年三星在美国建厂的时候,包括建厂设计、设备进厂、设备安装以及量产准备等阶段,都是将韩国的人员运送到当地执行。 而负责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的当地工人,都是必须加入当地工会后才能进行工作。 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就不能执行相关工作。 另外,虽然亚利桑那州当地员工已经有将近20年时间没有建设晶圆厂的经验,但当地英特尔的晶圆厂已经是相对老旧的设备,不但设备与当前的新晶圆厂有所不同。 甚至当时,安装这些晶圆厂设备的工人都已经不是同一批人,很难满足当前台积电的设备安装需求。 而且,因为必须加入当地工会才能执行工作的规定,也让台积电员工也无法接受相关工作,因为一旦接受工作,就被成了违法的情况。 因此,台积电才会寄予从台湾招募500位技术人员,其中多数是承包商的技术人员,预期前往美国短期停留期间教导美国工人执行工作。 但这计划却被亚利桑纳州工人工会认为是准备低价引进海外劳工来抢工作机会。 有不少人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台积电当前建厂会遭遇工会抗争,而当时三星建厂却没有?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台积电申请了美国政府晶片与科学法案中的资金补助。 对此,亚利桑纳州工人工会领袖日前在媒体上发表声明中就已提到, 尽管台积电因晶片与科学法案或高额政府补助,但不尊重美国劳工,将利润置于劳工安全之上,故意扭曲亚利桑纳州劳动力素质、技能和经验。 而这情况与当时三星独立出资兴建晶圆厂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会容易遭遇到工会抗争的情况。 知情人士还表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工人与台湾工人的观念非常的不同, 美国工人时间到就是准时下班,没有加班的这一套观念。 相对的,台湾工人会尽力将工作做到告一段落财下班, 这项差异也让台积电现阶段的建厂计划遭遇困难。 这是台积电首次在海外建厂,只能说是学习经验来应对未来的国外建厂计划。 只要在当前设备进厂与安装的程序完成之后, 台积电接下来的工作多数就是自己掌握的优势, 预计将能够很快地顺利完成工作。 虽然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目前遭遇缺工问题, 导致量产事件延后的情况,不过这预计是短期的瓶颈。 在美国政府与台积电将会设法解决之后, 接下来的调整设备、试产、量产的阶段都是台积电的拿手强项, 预计将能很快处理完毕,因此对于台积电美国厂的建厂结果仍旧持乐观态度。 台积电在美国将生产3nm晶片, 这令日本也羡慕不已, 毕竟台积电在日本的工厂还只是成熟制成。 在此背景之下, 日本最强本土晶片厂Rapidus于2022年8月成立, 由丰田Sony、NTT、NEC、软银、Denso、凯霞30、UFJ等8家日企共同出资设立, 出资额各为73亿日元, 且日本政府也将提供700亿日元补助金, 作为其研发预算。 目标是在5年后的2027年开始量产2nm先进制成晶片。 Rapidus计划国产化的对象, 为使用于自动驾驶、人工智慧、AI等用途的先进逻辑晶片。 随后在今年2月底, Rapidus宣布将在日本北部岛与北海道的千岁市建造一座2nm晶圆代工厂。 Rapidus将基于IBM的2nm制成技术, 研发Rapidus版制造技术, 计划2027年量产。 而Rapidus版制造技术将会聚焦高效能运算HPC和超低功耗Ultra Low Power两大方向。 市场消息表示, Rapidus北海道2nm产线将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 称为创新整合制造IIM。 IIM1阶段将制造2nm晶片, IIM2阶段处理比2nm更先进制成。 根据Rapidus公司的预计, 用于商业生产和2nm技术发展的投资将达到约5兆日元。 Rapidus董事长东哲郎, 此前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 为了打造最先进晶片制造产线, 力拼在2030年前年进行量产, 预计有必要投资7兆日元折合540亿美元左右资金, 才能在2027年左右量产。 显然, 之前八家参股企业以及日本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远远不够。 随后在今年4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敲定计划, 将额外向日本新成立的晶圆制造商Rapidus提供3000亿日元折合22.7亿美元补贴, 用以在日本北海道兴建半导体厂。 但是显然, 目前距离Rapidus所需的7兆日元的投资目标仍有很大的缺口。 执行长小知纯义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 从兴建工厂到开始销售之前的设备投资需求政府的援助。 目前金额仍不足, 但听取它们的构思, 想要出资的企业应该会增加, 且未来还有IPO等各种筹资方法。 据彭博社报道, 这家日本晶圆代工厂Rapidus位于日本北海道的IIME工厂 于9月初破土动工, 并开启了新一轮的招聘热潮。 这家日本晶圆代工新贵, 计划在2025年之前将其2奈米晶圆厂建成并适生产, 随后在2027年量产2奈米晶片。 众多政界人士出席了电机仪式, 其中包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俊, 以及董事长东哲朗和执行长小池后方等Rapidus高级管理人员。 Rapidus北海道工厂预定于2024年9月开始测试, 将测试水电器和通风等系统运作, 并准备同年12月安装生产设备, 2025年4月将开始试产2奈米晶片, 大规模生产线将于2027年初展开。 截至今年4月, Rapidus已招募百名半导体工程师, 并计划年底前员工数翻倍。 首批工程师将正在IBM的Albany Nanotech Complex接受培训, 预计2025年进入试产时需约300至500名工程师。 在此次的动工仪式上, Rapidus透露, 其已经招募了200多人。 随着IIM一晶圆厂建设工作开始, 将派遣研究人员前往IBM的Albany Nanotech Complex接受培训, 为大规模生产准备工艺技术。 此外, 他们还将致力于部署及紫外曝光EUV设备。 Rapidus执行长最后表示, 他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工厂建设, 正如公司名称Rapidus所暗示的那样。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